有議員關注博卓業發展對社會產生的盆面影響 也有議員認為政府有意將各自機場所及投注站逐步遷出社區 但卻沒有對旅遊區及社區有清晰的劃分 議員李松正認為博卓業的高速發展及特殊性 博卓業成為了高收入、高風險、高污染及高消耗的四高行業 除了高收入是較為正面之外 其餘都令澳門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 不諱然在四高中除了高收入屬於正效應 推動澳門經濟發展及豐富政府的財政收入 其餘三高都是會影響社會的負效應 可見博卓業若出現無限制、無規範的膨脹型的發展 高風險、高污染、高消耗所帶來的沉重的社會成本 實際上是由社會共同承擔 他促請政府及早對博彩業加強規範和監管 減低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而議員梁安琪就認同政府關注博彩社區化的問題 考慮逐步將設在社區的各自機場所及投注站遷出社區 但質疑在缺乏全面城市規劃的情況下 如何對社區及旅遊區作清晰的獲分 由於沒有明確的城市發展規劃 沒有清晰的界定旅遊區及居民區之分 這樣就會造成投資者經營混亂和決策困難 特別是現在議營運中 他們都是在居民區中運作 還是在旅遊區中運作呢 他希望政府能夠對有關的問題 作進一步的評估和分析 議員不在權就關注剛剛舉行的MIF中 有參展商出現賣假貨的情況 認為大會除了要求有關參展商賠償之外 也需要制定會展銷售的法規 否則會有愛本來的